中学课堂 中学课堂 第一个当然是最主要的是帮助我们的学生掌握目标原点 从语音词汇语法到剧断 然后第二个是训练学生们的语言技能 听说读写四项 还有在更高级别的成段表达 那我觉得第三个也是一个挺隐形的作用 就是进行班级建设 就是我相信一个友好积极的学习氛围 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去完成我们的教学任务 所以我总结出来这是教学目的 课堂活动的目的 好 首先是我想先说的是破冰活动 那在说之前我要先讲一下我今天这个展示的一个背景 我在收到院长的任务之前 院长给我们的要求是尽量和匈牙利的中学教学有关 可是我是从今年九月才开始教中学 所以基本上在匈牙利的中学教学没有太大的经验 所以我都是从我上一个任期的一些经验来和大家分享 那我在上一个任期教过的中学 我主要是教过两种课 一个是兴趣班的课 一个是学分课 那兴趣班的话 它会一个月才四次课 基本上是十一和十二年级的学生来参加 所以基本上一个月就上四次课 然后就换学生 所以每一次每一个月吧 都是来自不同班级的学生 所以很有必要对他们进行一个破冰活动 因为学生来自不同的班级和年级会比较拘谨 那首先我们来看破冰活动一 破冰当然就是自我介绍 首先我会让每个学生准备三十秒的一个自我介绍 比方说你的姓名啊班级 还有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你自己的事情 比方说我最近考试考得不好 我心情很差 或者是我觉得我挺想学汉语的 诸如此类的 然后分享完了以后呢 他需要问下一个同学一个问题 随便啊 只要是健康向上都可以 比方说你为什么想学汉语 或者是你以后想做什么 你想去中国吗 诸如此类的啊 然后那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同学在开始自己的自我介绍之前 要先回答上一个同学的问题 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增强同学们之间的连接 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他们只是兴趣班来自不同的班级 那经过这种方式 我相信他们会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和连接 好 然后这是我做过的自我介绍一 然后第二个是 也是一个自我介绍 换了一种形式 首先呢 从第一位同学开始 除了介绍你的姓名班级 这些基本的信息 还是要一个人和大家分享一件 关于你自己的独特的事情 我经常说 What makes you special 我记得令我至今 已经过去两年了 令我至今印象深刻的 一些学生的和我分享的事情是 有一个学生说 他妹妹有一天半夜 醒来发现我这个学生 睡觉是眼睛是半开着的 就挺吓人 所以这是关于他自己很独特的一件事情 然后还有一个学生说 他可以一边开车一边画眼线 对当时同学们的表现就和老师们一样 很吃惊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容易暖场的活动 好 那分享完这个独特的事情以后 我们要做什么呢 从第二位同学开始 你要先复述第一位同学的特别之处 比方说A说了 他可以一边开车一边画眼线 然后假设你是B 你要说A可以一边开车一边画眼线 然后再到你来介绍你自己 然后第三个人要复述前面两个人的 第四个人要复述前面三个人的 那这个活动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我知道就大家初次见面都会很拘谨 让你自我介绍 其实很多人都不想做第一个 可是经过这个方式以后 大家都会争先恐后 因为我不想做最后一个要记 就是前面那么多同学的特别之处 一个举手 我来我来下一个我来说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暖场活动 老师们如果感兴趣可以试一下 看在班级里面看有没有这样的效果 好 然后第二个大板块是拼音语汉字活动 我给学生设计过拼音语汉字骰子 因为我的学生是比较爱动手的 就是动手能力也挺强的 那我不好意思 我当时的我没有拍照 我没有这个意识去拍照 我在网上找了这么一个骰子的图 大家也可以自己猜 或者是让学生自己去猜 可以是学到的一些比较难的拼音 比方说积七西 字丝丝 知之诗这种 然后或者是学了汉字 也可以请学生自己去制作这种骰子 然后可以分组 比方说这个组做这几个汉字 另外一组做另外一个汉字 然后大家扔着玩 然后扔到哪一面向上 你就要说出这个汉字或者这个拼音 然后换过来 所以这个方法 欲教欲乐吧 就是他们也可以动手了 然后也可以更好的掌握拼音和汉字 第二个是抽积木活动 和汉音老师刚刚的有点像 其实也异曲同工 就是我是复习汉字的时候会 他们当地都会有这种积木玩具 我就稍微改造了一下 我是要把要复习的汉字贴在积木上面 然后大家分组去抽 然后你抽到以后 如果你会读这个汉字 你就读出来 你就得到了这个积木作为奖品 如果你不会读或者读错 你就要放回去 继续尝试下一块积木 这样其实学生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不会有什么觉得我读错或是怎么样 这是抽积木活动 然后下一个是也有点像池音老师的雪糕棍 因为这个教具是我们汉语老师经常用到的 那如果你们在当地买不到雪糕棍的话 也可以用硬纸板一样的效果 我管这个游戏叫奇怪的运气 就是我会把要复习的汉字或者拼音 甚至是词汇写在这些棍的一头 然后用一个铅筒或者是一个笔筒 把它们全部装起来 让学生分组去抽 然后你抽了以后 会读或者读对了这个词或者是字或者是拼音 你就可以把它收下来 如果读不对你就要放回去 那为了让这个游戏更加刺激 我会再额外再多加几个带五角星的雪糕棍 在里面混在一起 那如果你不小心抽到这个有五角星的雪糕棍 你的命运就要交给别人来安排了 你的其他组员可以决定你的生死 他们可以决定好吧你这么不幸抽到这个猩猩 我可以把我的雪糕棍分你一个 或者他们可以惩罚你 要没收你所有的雪糕棍或者诸如此类的 看你的组员怎么决定 是讲还是罚 所以我管它叫奇怪的运气 这个五角星是好还是坏 要归结于你的组员 怎么对待你这个棍 好 然后下一个是小组接力赛 这个活动是 这个活动的背景是我的学生比较多 这个班有25个人 那如果要复习拼音或者生词或者词汇 这么多个人其实很难一一地去复习 然后也没有效率 那你看这边其实有 我记得是有三组还是四组人吧 然后我会把 我是把要复习的拼音 做了12张的这个 便利贴放在这个地上 然后怎么操作呢 我相信每个班都会有相对汉语比较好的学生 那我会请他们来做裁判 请他们来做裁判 那这个活动怎么来完 我会是比方说 一组可能有五六个学生 那每一个学生都要从头到尾 把这个任务里边的拼音或者汉字或者词汇读一遍 那么可能会有遇到不认识的 或者是记不起来的汉字 那你这个时候就要停下来 向你的这个裁判求助 说我不会读你教我吧 然后通过教和学之间 他们两位同学至少已经读了两到三遍 已经巩固了一次 好 然后再接着往下读 再遇到不会的 再停下来说 请你教教我吧 这个字怎么读 那你当然可能有一些学生比较没耐心 就很大胆 我就读了 我就读错了 那不行 你读错了 你要从头再来 好 而且为了增加刺激性可以现实 反正说分了小组 看哪个小组可以最快 所有的组员都完成这个任务 那这样就不允许有人摆烂了 有人说我就不想读 那你就会连累 你整组都会输得很惨 不允许摆烂 不可以滑水 所以这个游戏可以通过小组接力 这个现实小组接力 这个形式来完成 然后通过这个方法 学生也可以把词汇和汉字和拼音 掌握得不错 OK 好 下一个是私质活动 我觉得这是我挺喜欢的一个旧场活动 它是冰狗的遍体 我相信老师们都和学生玩过冰狗 那它是冰狗的遍体 其实也不需要太多工具 就是学生人手一本的小本子 撕下这么一小长条 然后叠三次 就会有八个空格 八个空格以后呢 我会 我第一次是由先由老师来演示 我会听写 我说你可以随便 你不用按照我读的顺序去写 你随便写在哪个格子都可以 写完以后 因为我第一次是我演示 所以他们在写 我也会准备一个长条 我也自己也写 写好以后 我就开始从第一个开始撕 比方说 假设这个是我写的 我第一个词是计划 我就边说边撕 然后有谁的第一个字也是计划吗 如果你的第一个字也和我一样是计划 你也可以边说边撕 OK 好 那我的最后一个词是提前 那我最后一个词是提前 我也边说边撕 撕下来提前 然后就这样子一轮一轮的 我直到把我所有的词都撕完 然后我也读了好几遍了 那我经过第一次演示 其实学生已经知道这个活动是怎么做了 那以后就会 我会挑选不同的学生上来当这个小老师 由他来主控大局 那可能老师觉得说 那他 你选这个学生来 那他可能会挑他喜欢的一些词 或他挑他自己熟悉的一些词 那也没关系啊 那也还是有练到我们要学的词汇 这是私指活动 是冰狗的遍体 好 这也是我之前在汉语班上 所做过的一个活动 叫踢剑子数数字 因为是汉语兴趣班 所以只是教一些很鲜浅的一些内容 那我们在这节课上是学的是 数字啊 一到十 而且大家也知道 一到十的数字是 一到一百 一到一千的基础 所以掌握好一到十很关键 那我当时我记得是 我在想要怎么把这个课上下去 刚好我们的孔愿当时是有一大堆的剑子 那我就想到可以把剑子和数数字结合起来 那怎么去进行呢 首先 可以和学生介绍一下剑子的起源 我们知道剑子是起源于汉朝 然后如果 如果你所在的国家或者地区 有类似的像剑子这样的物件 我们还可以进行文化对比 因为这个是在菲律宾 这个是菲律宾的课堂 菲律宾当地有一个叫SIPA的一个小玩具 和剑子很像 你们可以和它们进行文化对比 那进行了剑子的起源介绍以后 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剑子的结构 是有什么组成 是有什么构成的呢 是有羽毛呀或者是一些橡皮呀或者是一些铁皮呀 这样子的一个构造 那第三步是怎么踢 其实菲律宾的学生不太懂怎么踢 因为他们那个SIPA和我们剑子的踢法不太一样 像这个学生我为什么选他 因为他当时是把鞋脱下来 然后用鞋当做球拍在那里拍 所以就很奇怪 要和他们科普一下正确的踢法 有很多种脚法 然后可以给他们练习的时间 那既然这节课是关于汉字 踢剑子和数数字 那我的要求是 你们边踢边用汉字的数字去数 1234567890 其实这个过程并不痛苦 他们不自觉地就边踢 已经边开始数起来了 好 那这个练习时间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班上的课的实际 去限制一下 我一般是给5到10分钟 然后他们就踢 好 自己练习 那练习以后 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 可以分组比赛 比方说 因为我这个班有10个人 就有10个学生 然后可以请他们分组 然后自己选出代表你这个小组的学生 来代表你这个小组去踢剑子 那其他学生呢也不闲着 要边看边用中文去数数 那这个时候 大家的热情就调动起来了 他们会觉得说 老师你刚刚只教了我1到10 那11怎么说 如果他踢了11怎么办 我要怎么说 那12怎么说 13怎么说 这样他们的好奇心 和这个动机就起来了 可以用这个方法和把我们的文化和教学结合起来 当然我当时这个教室是比较小的 只能踢剑子 如果老师们的教室比较大 比方说是一个广场空旷一点的地方 还可以跳绳 就是中国的跳绳 也可以边跳边数 所以我教学这个 经过教学实践 这个方法还是可以的 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好 下一个活动是叫真假上下车 其实我把它放在词汇这里 我觉得它也可以作为 句子的复习 那怎么玩呢 我会把 因为学生做太久 他们也会很不耐烦 都是很好动的 我的学生是很好动的 那我会把它们划为三个区 真区 假区和等待区 那在开始之前 大家都在等待区等着 那我会用PPT 因为这个是词汇 用PPT展示我的词汇 比方说我展示出一个苹果 然后我故意说香蕉 那老师说的对吗 然后你自己判断 然后我放了苹果 然后我说香蕉 然后我说上车 学生就会根据 他自己的判断 跑到真区或者是假区 那这个活动可以锻炼 学生的听力 那为什么我说 它也可以用在句型上呢 我觉得我还没有用过 可是我扩展了一下 我觉得可以用到很多 比方说我们学存线句 我们学存线句 比方说教室里有一台电脑 或者是教室里有三个沙发 这些存线句 也可以让学生练到 而且他们目之所及 就是教室里面的物件 比方说我就睁眼说瞎话呀 教室里有十个钢琴 你觉得真的还是假的 教室里有十个钢琴 这个时候他们就要调动全身的注意力 去听这个句子是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跑到真区或者是假区 还有比方说 有问题吗 好 或者是比方说也可以练到颜色 比方说老师的衣服是蓝色的 我们学到颜色 老师的衣服是蓝色的 真的还是假的 然后他们就可以跑来跑去了 这个也是可以是在学生疲倦的时候 的一个很好的就场活动 也很好的复习他们的听力 好 这个是我上次分享的时候 没有说完的一个活动 好 那我管他叫寻宝者 我相信大家在复习词汇的时候 都有可能有遇到过学生不耐烦 就是你一遍一遍地去带他们读啊 然后重复啊 跟读 他们很不耐烦 至少我当时的学生是非常地好动的 坐不住 那要怎么来让他们不知不觉里面 就把词汇复习了呢 我需要找几个工具人的学生 我通常是找一些后动的工具人学生 请他们背对讲台 背对讲台 老师们要不要玩一下这个游戏 要吗 好 那我想念 我这一张 我这些要念的 它在上次没有关系 它就是课中语 好 那有哪位 哪位导师想当中是 好 那请老师们先看 它是绝对着 两个才不能偷看 然后我会随便读熟 大家都知道我读熟 不知道你们读的自己 最终愿意去练 我不想练 我不想练 我觉得很枯燥 那我就把它随便藏在一个地方 OK 好 我藏在这儿了 藏在这儿了 那要怎么做呢 大家一起读足球 然后我请持音老师开始找 然后他越靠近目标 你们声音就越大 比方说他在这儿可能大家就很小声地 足球 然后当他靠近目标的时候 他的声音就越大 你们要帮持音老师找到这个宝贝 好吗 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这个游戏 好 足球 来吧 持音老师 走 很棒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两位老师 而且也可以练短剧 像我是中国人 我是学生 这种短剧 不用费太长时间的 就是寻宝者 OK 那第二个游戏是它的相反 我管它叫谁是间谍 然后这个大家已经知道怎么玩了 这个是它的反过来 然后我也是请持音 假设哈 不用持音老师 假设我也请持音老师上来背对大家 然后我就 我就 偷偷地把这个球球这个 这个 单级藏在 就是这个后面 然后我们拿去藏在它的后面 那大家一直 就是 不只有它 只是当时的信用 那 你就看到 可是目的性 你真的要找清这个 但是 那个东西就觉得很好玩 那你把这个 你把东西这个 这个 的词作 给你 然后他要 你这个 你 看这个 这些 真是天空 好 他要 他要一个一个去听 那听过这么一轮以后 大家其实已经会了 然后 找不找到其实不重要 对吧 就是在不知不觉之中 让大家在玩的时候 然后把这个 这个词记下来 好 接下来是 语法活动 我是比较喜欢这个 靶字句的五指靶 我不知道老师们觉得 靶字句是不是很难教 我觉得 我觉得靶字句是我们汉语教学里面的一个重难点 那 我是 有 靶字句五指法 那 首先 大家如果伸出左手也可以看到 我分别会把它 这是主语 这是靶 这是冰语 我知道 有的老师觉得说 这不是冰语 关于它是不是冰语 那 学界上还有 还没有定论 那今天为了解释清楚 就是把它叫做冰语 OK 大家就把它叫做冰语 然后 动词 那我们都知道 把字句 光是动词是不够的 我们一定要在后面有其他部分 把它放在桌子上 把它吃了 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是其他部分 那 我的学生他写把字句造句的时候 经常一开始会就是缺很多缺 就各种缺 缺很多部分 那我就觉得你可以伸出你的左手 你每次做把字句的时候 你检查一下 五个手指齐全了吗 全了吗 这样 这种方法我相信可以让他们 更加警觉这个结构的特点 而且 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 在虎口 就是拇指和食指中间 可以插入其他部分 比方说 我不想把苹果吃了 你不要把苹果吃了 你不要把苹果放在地上 然后通过这种直观的方法 你伸出左手就可以很清晰地数到 是不是这几个部分都齐全 你的把字句是不是缺胳膊少腿的 所以这个方法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好 好 接下来是复习活动 我一般的话我在学期末 学生比较喜欢玩游戏 就是一些ball game之类的 桌游 那我会设计的是蛇行奇语大富翁 我相信很多老师也知道 我挺喜欢这个模板的 因为它是空白的 然后你可以根据你 你教的是汉字还是词汇还是拼音 都可以放在上面 那从这开始可以分组 可能是两到三个人一组 然后它如果走到梯子这儿 每一步走到梯子这儿 它就可以直接上到这一格了 就省掉很多步骤 就直接走到这一格了 那如果你很不幸跑到蛇这儿来了 就是你要扔骰子嘛 就跟咱下飞行旗一样扔骰子 然后你不小心走到这有蛇这一格了 那你就被蛇咬了一口受伤了 就掉回原来这个格子里边了 然后这个方法 其他的也是 像有很多蛇跟那个梯子 都是这个方法 那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方法 让学生在玩游戏的时候 不知不觉 就把你所要复习的内容都复习了 好 这个也是我用过的一些模板 当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 也可以自己设计你的蛇行旗 这是比较复杂 因为我有的班的学生学的东西还挺多的 所以就看自己的情况吧 嗯 然后这个是Jeopardy 那Jeopardy大家应该也听过是 美国的一个知识进达节目 然后它会根据你的问题的难易程度 去设置分值 那我觉得也可以用在我们的复习课上 比方说可能200分的就是写一个汉字呀 然后最高分的可能是翻译啊或者是造句之类的啊 根据自己学生的实际 那我之前用过的是用那个便利贴 用不同颜色的便利贴去区分分值 然后贴在白板上 你要回答哪个分值自己就去选 然后把它接下来看你能不能回答 嗯 然后可能老师会觉得说 这个挺麻烦的 我觉得我要做这么多东西 我还想备课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网址可以介绍给大家 叫Jeopardy Labs 然后它是注册和使用都是免费的 你可以在这上面 这是它的网页的这个截图啊 你可以在上面设置自己的Jeopardy 啊根据学生的实际设置自己的Jeopardy 那Jeopardy你呃 关于一些游戏的细则 老师可以自己去确定下来哈 比方说分组竞争啊 或者是嗯 你在后场的时候可以看笔记 没关系 可是你在答题的时候 就整组答题的时候一定不可以看笔记 那看哪一组最最终的得分是最高的 那得了分以后有什么奖励 老师也可以自己想 比方说你可以得到一张免做作业券 或者是你考试的时候加五分之类的啊 都可以 就大家灵活掌握吧 然后 这个也是我用过学生也很喜欢的一个活动 我管它叫高博的试卷啊 高博是我们匈牙利人很常见的一个名字 那怎么用呢 呃 关于复习 可能学生会觉得说 哎呀怎么老要我做题啊 我不想做题 我觉得我平时已经做够了 那我说你今天不用做题 你现在是老师了 你有权利去改去判卷子了 你不用做题 那怎么做呢 呃 我这个是初级阶段的学生 是零基础 只学了两两个月的汉语 所以我给他拼音和汉字 那我是根据学生的呃 具体情况 我因为我在他们平时的作业和练习里面 收集了很多常见的片物 就是多发性的片物 把他们收集在一起以后 我就把它编在试卷里面 我说今天你们都是老师 啊 不用做学生了 你们都是老师 那呃 呃 这是高博的试卷 你看他做的对吗 啊 比方说 I have a younger sister too 那很多学生在语序上就不太不太不太确定 啊 我有一个妹妹也 对吗 你们自己决定 啊 如果不对 你是老师你可以扣分 就剪掉这道题的分 啊 当然为了混淆一下 也有正确答案啊 啊 I have two daughters 啊 我有两个女儿 这是对的 那学生在做的时候 他就不自觉的把自己带入老师里面去 他就要很有责任心哈 我一定要做一个公正的一个很很专业的老师 他就 他就 他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自己所学的知识滚了一遍 啊 这种方法 也是可以啊 帮学生很好的去复习的一个一个方法 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嗯 我还做过的是制作复习书 嗯 我不清楚老师们是用什么教材 我上一个学校的教材是按照主题来来编制的啊 像颜色家人时间这样子 那我在他们学完以后 我会要求他们自己做一个复习书 你可以手写 因为学生喜欢动手 你可以手写 你不想手写可以用电脑打字打出来 按照主题去整理你所学的内容 那我有要求 你要有词汇 词汇是这篇课 这个主题里面的词汇和一些你的自学词汇 还有关键句型 而且要以对话的形式呈现 相关的文化点也要给到 而且要求图文并茂 因为我的学生很爱很爱画画写写的 那比方说例子是 我要说我们这个这个单元的主题是颜色 那学生给我的词汇可能是红色蓝色 那这个杠有横杠的是他们自学的词汇 因为金色银色并不太多件啊 就在基础阶段 那句型是你的杯子是什么颜色的 我的杯子是白色的 你要给我 你要体现在你的复习书上 然后文化点是 比方说中国人喜欢红色 然后菲律宾人喜欢什么颜色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一个学期是学了七个主题 我就会收到每一个学生 每一本书都有七个主题 那收到主题以后 他们可以自己复习或者交给我 交给我了以后 下一个学期开学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复习书发下去 你们再复习一遍 就复习我们上学期所学的内容 就相当于是自己给自己复习了 这个也是我用过的一个复习活动 好 我的网上教学活动不是特别多 就分享三个吧 一个是叫猜猜我说什么 那大家知道上网课其实和实体课真的相比有很大的困难 就其实大家是感觉彼此是有隔阂的 就不太亲近 而且上网课大家很容易累 那这个时候 我就会有一些活动让他们轻松一下 比方说我通常会在开始上课的时候 或者是上到一半 大家觉得很累了 我觉得我做得很不舒服 那我就把zoom 因为我们是用zoom嘛 我就把zoom调成一个画廊模式 就是那个gallery view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我会请其中一个同学静音 我会请其中一个同学静音 然后你可以选我们学过的句型 说 比方说 当然你看不到我的口型 可是在zoom上面大家是看得比较轻的 而且因为我在网课的学生基础都是零基础 到学一两个月 所以句子也不是很多 压力也不是很大 然后大家就会猜 那既然要猜 他就会要开口说话 哪怕他猜的不对 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呀 他也开口说话了呀 比方说 那你猜是什么 好聪明 可是有的学生他猜不到 他会说我是学生 你是老师 可是这个活动的目的 一是让大家开一下口多开口 二是让大家没有那么累 就是上课的时候可以轻松一下整个氛围 好 这是我的一个做过的一个活动 那第二个是叫隔空接球 也是把大家的zoom调成一个gallery的模式 然后我会先请一个同学手里拿着一个虚拟的球 然后问一个问题 比方说你叫什么名字 然后假装扔给下一个同学 比方说你叫什么名字 池颖 然后池颖就假装 哎呀我接住了 池颖就说我叫池颖 然后池颖要想下一个问题 池颖可能说你是哪国人 然后就扔给可能徐晓凯 然后徐晓凯说我是中国人 然后这个方法也可以让大家精神一振 就是其实也是活跃气氛的一种活动 那还有一个是汉字太极 那我们都知道网课其实挺累人的 那坐久了大家都不舒服 那我上到一半 因为我的课是一个半小时 那上到一半我说行吧 大家起来活动活动吧 打个太极行吗 他们说老师我不会打太极 然后我就说那用手可以打吧 就是用手来写这个字啊 这样子啊写汉字 其实看起来就像是在打太极这个招式啊 重点不在于他打的对还是不对 好还是不好 其实就是活动身体啊 也是网上活跃 活跃网课的一个活动 好我基本上就是介绍这么多 然后我想提醒自己的 也想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是 在设计课堂活动的时候 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情况 他目前的水平和学习背景 然后尽量要贴近学习目标 第三个是课堂活动和教学的比例 我们要牢记 课堂活动永远是为教学服务的 我们不可以为活动而活动 我觉得较好的比例是3比7或者4比6吧 教学要占大头 然后课堂只是做一个调剂 然后最后一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尤其是对中小学的学生来讲 我们要做一个正向的奖励制度 因为青少年的心理都是很敏感的 就是他们不想 他们哪怕是做错了事情 也并不希望当众被人家指出来吧 那在做游戏的时候肯定会有输有赢 那输了的话最好不要惩罚 比方说你可以不得分或者是退出游戏 就不要罚他们唱歌呀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活动 这对中小学的学生来讲是挺不合适的 所以我觉得是要持一种正向的奖励制度 在玩游戏的时候 好 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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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ious 谢谢大家 libert兰 饮 college 谁 ruk 打